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一早 你看手机充一酒店特别精神 你再瞧他挂着两个大黑眼圈跟熊猫似的往外就跑 有人说了现代人生活没有规律 爱熬夜 古代人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又没有游戏 又没有电 是不是就不熬夜了 也不见得好多古人也熬夜 而且玩法不比现在的人少 首先说 在古代有一个妨碍古人过夜生活的最大的障碍 就是宵禁 您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之类的电视剧 都知道唐朝有这个宵禁制度 其实啊 从商朝一直到清朝都宵禁 就是因为有了宵禁这个制度 所以过去才有这个寻耕下叶的 那么说寻耕下叶是干嘛的呢 就是跟小区夜里的保安差不多 唐朝就算宵禁 也管不住大伙的夜生活 你宵禁呢 是说我们不能上大街 我们不上大街 我们再自个儿家 你管不着了吧 有人说 怎么说有证据吗 您都背过唐诗啊 你看李白有一首诗 第一句 南湖秋月白 这是夜里头 王仔夜相邀 上我们家请我去了 请我干嘛呢 紧账狼冠罪 络一舞女娇 请我喝酒 还有美女跳舞 当时还有的是不说了吗 便请玉戎割白雪 高烧红蜡照猪衣 大红的蜡在那点着 这肯定不是早上起来吧 便请玉戎 割白雪 白雪啊 这些先秦古代的高雅音乐 阳春白雪嘛 割这儿就是流行歌曲 就是大半夜找一帮女同学 一块唱KTV 你们大街上怎么宵禁 那是你们的事 反正我们就是来刷业 而且呢 就算是大街上 再怎么宵禁 也有人愿意夜里头出来玩 别的不说 古代他专门也有这个不宵禁的日子 哪天呢 您记住了 元宵节 有人说不是春节吗 年三十点熬夜 那是现在 过去啊 这个过年反映也热闹 但是正儿八经 那么通宵达旦热闹的是元宵节 您看《红楼梦》啊 第五十三回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那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到腊月二十九这天 啊 宁荣良府 门神对联挂牌 全得换 里里外外 到处点这大红蜡烛 照的是亮如白昼 但是睡觉不睡觉呢 那还是睡觉的 那 等到了大年三十这天的白天 有告命的呢 先进宫去朝贺 然后回来祭祖 折腾一蹴之后呢 晚上回来家里边 行家旅吃年夜饭 给压碎去 这一大堆烂七八糟事之后 家母更衣了 实际上就是睡觉了 转天早上起来 刷牙洗脸 哎 大饼卷油条 豆浆茶鸡蛋吃完了 还得往宫里边跑 再朝贺一遍 而且他们家那个 大小姐元春呢 是大年初一的生日 还得找着元春送过蛋糕 哎 祝你生日快乐 得唱两句 打这儿起 一连七八天 连看戏待喝酒 但是都没怎么具体的写 如何熬夜 一直到元宵节这天 家母高兴了 来吧 咱们都热闹热闹吧 好 这一热闹可厉害了 这一宿 先唱戏 从外边请班子唱 唱什么呢 这个通行本里边说的是八亿 关灯 八亿就是八亿纪 啊 就是赵氏孤儿嘛 哎 干嘛演这个呢 他是因为有这个关灯这几处 说的是赵顿的儿子啊 赵索 陪着这个晋国的公主元宵节 关灯的事 和眼前这个元宵节哎 正应景 挺好 可是赵家后来怎么样呢 赵家不全完了吗 就剩一个孤儿吗 《红楼梦》里选这个戏 其实他是有深意的 等唱完戏了 哎 又找来这两位女先生说书 俩女先生上来就说 说我们这是残唐五代的故事 名字叫凤囚鸾呢 说这个有一位乡绅 金陵人士姓王叫王忠 西下有一位公子啊 名叫王熙凤 说到这儿大伙就全乐了 再往后听呢 也就是什么西乡记啊 墙头马上啊 就这类的故事 家母说行了吧 就你们这些书啊 全是一个路子 大家闺秀挺好的闺女 文文静静挺好 只要看见一个清俊的男子 就忍不住了 就想嫁人了 后边呢 就是私定终身了 这故事都是假的 别说了 等这点事再说完 就散更了 那就是夜里边十二点前后 这回呢 家母呢 让自个家养的戏班子 出来唱戏 刚才呀 这个看了一出八亿 老太太不喜欢 那话说的吗 才刚这个八出八亿 也闹得我头疼 咱们清淡些好 唱什么呢 牡丹亭 这一整出 没别的事 牡丹亭嘛 寻梦 就是杜丽娘 一个人在那抱怨 怎么怎么不高兴了 怎么怎么不幸福了 如何如何的别扭 我怎么抑郁了 唱乐了 这也唱完了 再来一出 汇名下书 汇名下书就是新乡记里 张生啊 打外边 搬请这个白马将军杜鹊的故事 这两出戏连起来 什么意思呢 第一 想嫁人就嫁人 那个没门 第二就是想娶 那是有条件的 没那么容易 说穿了吧 甭管想嫁还是想娶 都便宜不了 就是这意思 刚才那个八亿 还有女星说的故事 通通不算 就这还不算完呢 两出戏完了 还得击鼓传花 传花传到贾母的手里边 贾母刚才教育完这些个公子小姐 还得教育儿媳妇啊 孙子媳妇啊 又来一笑话 说一家啊 十个儿媳妇啊 第十个儿媳妇嘴巧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吃过孙悟空的尿 这也没明说 反正老太太一说完 那王熙峰就揭茬了 哟 得亏我们嘴奔 要不都成了吃猴尿的了 这一熬就熬到了四更多了 四更是凌晨夜里一点到三点 四更多那就是三点多 贾母又跟着大伙一块放炮上 又喝了点粥 这才睡觉 这一宿给老太太累的可是不善 从正月十八以后 天天有人来串门 贾母一概不见 不过大多数的人啊 那不可能跟贾府似的那么热闹 人家是什么人家 对不对 人家饭桌上的疾风 那普通老百姓听不懂啊 所以大部分人就是啥热闹啥乐 新气急不是写过吗 东风夜放花千树 另外还这个一夜鱼龙舞啊 大街上这么热闹吧 你有的人偏不去 人群里边找他千百度 找不着 仔细一看啊 那人在灯火阑珊处啊 当然了 新气急宋朝人嘛 宋朝人就不跟唐朝似的了 谁还管你宵禁不宵禁呢 你没看水浒传吗 一回大闹大明府 一回大闹东京 都是元宵节那天 其实啊 就算不是元宵节 宋朝人的晚上也闲不住 首先是彻夜聊天 咱们知道现在好多大学生也这样 一到夜里边不睡觉啊 卧谈会 夜里边高谈阔论啊 哪个女同学好看了 哪个游戏怎么通关了 都这个 宋朝也有卧谈会 宋太宗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大官叫赵昌颜 历史名人吧 他们家呢 每天有这么四位 跑来找他聊天 陈向瑜 胡旦 董眼 两号 这一聊就没完没了 什么都聊 吃喝玩乐 水斗畅 完全聊 当时人家给这陈向瑜就起个外号 叫陈三更 那意思是 每天都聊到夜里12点 给这位董眼起个外号呢 叫董半夜 您听这点您就知道这两位这聊天能力了 说光聊天 那哪成啊 大半夜的不得来点夜宵吗 店呗店呗 宋朝 咱们以前说过 饮食业 沙达 当时满大街各种吃的不但多 而且还能叫外卖 你要是没有那么懒 愿意上街溜达溜达 还有好多好吃的 你看写着什么盘兔啦 哎 猪皮肉啦 野鸭肉啊 夏天各种的冷饮甜点啊 什么冰雪冷园子 水晶饺 冰雪干草汤 荔枝糕啊 但不管是什么 你听这些名 就知道好吃 宋朝的夜市 那是特别发达 当时有句话 夜市之境三经浸 却才五更复开张 夜市开到夜里十二点了 到早上 鸡打鸣又来了 就这个状态啊 就跟现在南方有些城市 还是比不了 但要说跟北方的很多城市 已经差不多了 到南宋的时候 夜市能够一直延续到夜里四更 就是三点多了的呀 当时有记载在临安 哪条大街要是办夜市 大街上专门有车带 就跟咱们今天大牌子车似的 设置各种的浮铺 就相当于今天的流动商铺 还免费的发茶堂 估计就是像什么大碗茶吧 就逛夜市 是免费喝 夜市上那些个大一点的固定商铺 咱就不用说了 咱就说小买买 首先 有文化夜市 买书籍图画 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不成文的规矩 来到临安上班的那些官 他不是来自四面八方吗 谁来到临安 都得带点家乡的土特产 最普遍的就是带来各地的香药 带到临安之后 这官他不能自个儿摆摊卖去 不像话 就得找人 啊 干夜市 带卖 夜市呢 还丰富了一路人 就是艺人 什么说书的 说像呢 当然了 宋朝没有像 也没有今天这个意义的评述 但是有类似的艺术形式 你这么多闲人满街窜 他能不养艺人吗 所以夜市里边勾拦瓦瑟 非常的热闹 当时呢 有表演舞旋的 有扮演神鬼的 有讲史的 有说魂话的 这些个就跟今天的曲艺场 膀子很像 除了这些个 还有些个 你比如说醋鞠表演 醋鞠就是踢球啊 还有什么动物表演 皮尔戏啊 编戏法的 最刺激的 就是女子相扑 相扑咱们都知道哈 日本有这个 俩大胖子 光着膀子 穿一兜当布 脑袋弹好了 你推我我推你 其实相扑是中国传到日本去的 宋朝啊 相扑是比较发达 那个水户船里边 艳青 朗子艳青 小乙哥 专门玩这个 啊 小丝铺天下第一嘛 这个女子相扑穿什么 也没有记载啊 反正你估计 她不能穿的里三层 外三层 三个棉袄捆一块 那相扑不了啊 所以那个场面估计 也挺好看 据说宋仁宗 有一回微服出访 大街上溜达 正好看见一个女子相扑的 站那儿就挪不动了 啊 跟着一块出来的人还劝呢 陛下陛下 哎 差不多了 您的 哎 宋仁宗也不理他这茬 趁着脖子垫着脚 接茬往里边看 看完之后 华儿挺兴奋啊 啥啥啥 当然了 说了半天 古人熬夜 他玩的最大乐子是什么呢 您记住了 喝酒 平常一说书 一说哪朝哪代 哪一位皇上不学好 沉迷酒色 就老爱说他通宵燕饮 就是没白天 没黑夜的喝 这还真不是胡编 最早在诗经里边 您就能看见 诗经里边有一篇 叫战路 战蓝的天 那个战 陆水的路 什么意思呢 喝了一宿 喝了天亮 早上出了一个 露珠了 最著名的一个夜里喝酒的例子 韩西仔夜宴图啊 稍微知道一点 中国美术的人啊 都应该知道这幅画 韩西仔是个人名字 唐朝的时候 当过进士 后来五代的时候 避祸 跑到南唐当官去 这个人有能力啊 说学逗唱全会 志向远大 想恢复中原 而且心高气傲 逮谁瞧不起谁 后来啊 南唐后主李玉继位 当时威胁南唐的 就是后周 你想你 你这唐 你也干不过人家晚周啊 是吧 所以李玉一直是求和 对自己手底下的官 很猜忌 尤其韩西仔 这种打北方 跑到这来 这天天的呀 斜眼盯着手电筒照 生怕这帮人 弄出点什么幺蛾子 是不是要反抗我呀 是不是要废了我呀 他老这么想 宁可亡于敌 不可亡于臣 所以您琢磨 韩西仔那样的人 那个脾气 能跟李玉合得来吗 所以天天家里喝酒 天天眼里聚 至于这个韩西仔夜宴图 您上百动查一下作者 是大画家 顾鸿忠 这位不止一次 潜伏到韩西仔的家里去 干嘛呢 就是看看韩西仔 跟北方人 还有没有联系 每天晚上 是不是老哄趴呀 是真的哄趴呀 还是密谋什么的 所以 您看这个 韩西仔夜宴图 人物表情 画的细致 就跟照片似 因为这个顾大画家 把这画交给李玉 李玉一看呢 那还行 没什么事 老酒鬼加老色鬼嘛 以后不用反而的了 是这个意思 除了喝酒 还有这个夜里 出来旅游的 有的人就该说了 大夜里的 出来瞧什么呢 哎 古人玩的东西 那上品呢 你比如说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千照 清泉时尚流 王维的事 干嘛呢 大白天哪有明月 那肯定是夜里 睡不着觉啊 另外据说 白居易经常出来夜游 尤其是爱往寺庙里跑 唐朝里边 还有这么一个状元 姓诗 叫诗间屋 这位也写过一诗 半夜寻幽 上四明 四明 那就是四明山呢 在浙江 后边写的是 首攀松贵 处云行 山太高了 大半夜里边啊 倒又不好走 哎 扯着沿路的松树啊 桂树啊 往前走 就如同在夜里头似的 啊 相互已到 无人静 一块来的哥几个 一块嘀咕啊 咱们这是到哪了 嗯 怎么这么慌啊 是不是已经到了 没人到过的地呢 是这意思 正美着呢 啊 说 何处欲销吹一声 就咱们伙工夫 听见有人吹销啊 这不能是猴吧 他得是人吹的吧 整首诗的意境特别好 干嘛夜里跑出来旅游呢 山里没有销尽 还有一种躲销尽的办法 就是泛舟 古人干嘛那么爱泛舟 躲销尽 你看这个皮不行 夜里边这个船上啊 跟着光光的弹皮 有人管吗 对吧 哎 大半夜的江上不许弹皮吧 不像话 没人拦着 哎 怎么谈 怎么谈 唐朝甚至江上有大船 专门过夜生活的 大采船 花之招展 这一宿锤拉弹唱 没人管 杜甫有写吗 青江白日落玉尽 赴邪美人登采舟 江上马上西洋西下 陪着美人我们上船了 是这意思 最牛的一次夜里 泛舟是苏东坡的事 啊 那个赤壁吗 这个大苏范赤壁 苏氏 他爸爸苏荀 他弟弟苏哲 三苏 其中他爸爸叫老苏 苏氏 大苏 苏哲小苏 苏东坡跟哥们啊 一块呢 两次在赤壁 啊 当然是文赤壁啊 大江上 泛舟游览 写了两首富 前赤壁富 后赤壁富 时间这个太长 就不给人念了 您各位这个上网搜搜吧 文采很棒 说到这儿 有人就说了 说这个说的挺好 特别想熬夜 可就怕一样 熬夜黑眼圈 请看 古代啊 想的周到 熬夜黑眼圈 找一鸡蛋 煮熟了 闭上眼 趁着鸡蛋热乎 拿纱布一裹 慢慢的在眼圈里滚 一滚之后呢 一会儿就好多了 然后有人说 这滚完之后 要不好呢 烈胃啊 你把鸡蛋吃了就得了